- 啷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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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啷哲.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瑞卡,最近天氣變得非常的暖 那大家出門一定要多加幾件衣服,注意保暖哦 那今天是我的愛開箱時間,要來跟大家開箱呢 就是在1月8號,Bandai Candy呢 它所發售的鋼彈盒丸 就是這一組 那這一組呢 它叫做GFRAME系列 目前呢 它已經出到了第十二代 這個盒丸呢 非常的酷 它每一支機體呢 它就是由兩盒盒丸呢 所組合起來的 一盒呢 它叫做ARMOR 它是有不可動的骨架呢 加上呢 機體的外裝甲 另外一盒呢 它叫FAMED 它是有可動的骨架呢 加上了機體的配件 還有武裝 所以一次擁有兩個盒丸呢 才能夠組裝起來完整的鋼彈 它第十二代呢 總共有出四支角色 有HANU鋼彈 神盾鋼彈 RX781 鋼彈原型機 還有RX782 出場配色 那玩鋼彈呢 當然就是要可以可動嘛 那這盒盒丸呢 我就會以可動的骨架為主 那我就廢話不多說 直接開組囉 I will tell you I will tell you 完成啦 那這個系列它主打的就是 組裝上面很容易高可動還有精密的細節 每一隻角色都可以擺出經典的姿勢 海內鋼彈它有做出阿姆羅獨角獸的標誌 它坐在肩膀還有盾牌上面 神盾鋼彈它有重現它腹部580mm 腹裂香味能源炮 另外它在群甲的兩側它有設計孔洞 可以把風速部槍還有盾牌懸掛在群甲的兩側 R178萬鋼彈原型機它是採用了黑紅的配色 那機體還有武裝的部分呢它是採用了新規的造型零件 那這一隻機體呢我最喜歡它的地方就是在它的盾牌部分 黑紅黃的配色呢看上去真的很好看 最後一隻出廠配色 它的機體還有武裝的部分就跟鋼彈原型機呢 是使用了同樣的新規的設計 在武裝還有機體的部分它也有加入銀色的塗裝 它這個銀色的塗裝呢它是沒有光澤感的 跟我想像中呢有點落差 讓我小小抱怨一下 這一次呢我在組裝上面發生一些小小的困擾 就是呢我在打開不可動的骨架呢 它已經跟妝甲組在一起了 變成是說我要組可動骨架的時候呢 我就必須要先把它們拆開 才有辦法塗上去 這一點呢我真的覺得有點麻煩 另外呢手型的部分呢 可動的骨架它是使用了持武器的手型 那不可動的骨架呢它是使用了張開來的手型 那這兩款手型的部分都可以互相去做替換 不可動的骨架呢它也有進行一些改良 之前的不可動骨架呢它都只能夠當做擺飾使用 那這一次呢它不可動的骨架呢它是可以變換成為支架來去使用 可以把這些機體呢架在上面 讓它們呢擺出更多帥氣的姿勢 整體來說呢以盒玩價位1200元左右 確實是有點偏高啦 但是這一組盒玩呢它不管是在塗裝 或者是說在它的可動上面呢 其實都做得相當不錯 裝甲刻線呢更有別於原始的設定 它擁有高密度的細節刻畫 另外跟大家說這支HIGH NEW鋼彈呢 它在醫院下旬可以上PP去預購 Mega火箭巨砲 這種東西它也放在PP上面 我真的是浮了萬代耶 那近期呢它也有公佈 第十三彈的機體剪影 大家看了這個剪影 應該都知道是哪一支人氣機體吧 我們可以期待一下呢它會完整的呈現 以上呢就是我今天所介紹的鋼彈盒玩 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不要忘記還有追蹤我的IG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